詞曲 李宗盛 有時候愛 是你 不管醒著或睡著都不掉 有時候愛 是火 點燃氣就無法醒 有時候愛 是雨 停歇或落下 有時候愛 是歌 在腦中盤旋不清 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台灣很少有音樂人可以橫跨各種領域 從流行音樂 劇場音樂 電影 配樂到廣告 但是音樂人陳建祺他就做到了 更厲害的是他曾經得過金曲跟金鐘獎 今天很高興邀請他跟我們分享他的音樂創作 建祺你好 嗨 惠玲你好 大家好 建祺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疑問 就是你怎麼可以橫跨這麼多種領域 然後時間運用得這麼好 到底從小的音樂訓練是從哪裡來的 我很小開始學鋼琴 那學鋼琴其實家裡培養我 沒有真的要變成一個音樂家或是從事音樂 他就是一個嗜好 所以我學情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從小的受正統的古典音樂的鋼琴的訓練 對 就是找老師來家裡上課 不過那個時候我那個年代還不流行什麼 簡定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是在家裡自己學 然後很開心我可以彈一些我聽到的曲子 就除了古典曲目上面之外 我可能在廣播或是聽到喜歡的歌 我可以把它彈出來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真的 所以你小時候不是那種爸爸媽媽會規定說 陳建祺你現在要去上音樂課了 趕快去坐在前面三小時之類 其實也是會 但是因為我家人他們並沒有真的 就是說他們沒有學過音樂 所以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在彈什麼 我可能就是前面十分鐘就是彈老師教的 對 死板的練 卡農啊 對啊 練琴 可是後面我就亂彈 就是彈我想彈的 對對對 所以我還蠻開心的學鋼琴很開心 對 然後你大學的時候就開始組團 對嗎 對 大學就 其實從高中開始就跟同學組團 那就是比較好玩的 你就是keyboard手這樣 就是keyboard手 然後大學就比較是職業的 所謂職業就是說去外面的PUB 然後跟著幾個團員一起去演出 不過那時候的PUB的演出不太像現在的創作 那個時候的演出都是cover 國外流行的歌 對 然後客人點歌 我們要可以彈得出來這種歌 所以那時候在PUB 你都大概他們都會點什麼歌 那個時候流行的是什麼 那個時候流行 譬如說Eagles Hotel California 啊 經典 對 就是純經典的歌 B點的歌 B點的歌 The one you love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很多這種歌 對 然後到現在其實還是很多人點這些歌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的音樂 從小時候自己學琴 然後到組團 因為組團你就要學別人的手法 對 他彈什麼 我們要聽得出來 然後彈得出來 那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學系 嗯 所以你大學的時候應該很忙齁 同學都不知道你在幹嘛 大學學的是什麼系 大學學的是什麼系 我學的是會計 哈哈哈哈 對 是打算盤 打計算機的會計 但怎麼會去填會計系呢 家人還是會擔心出入生活問題 那我家人剛好有 我叔叔是會計師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你有一個會計師的一個技能 音樂走不下去 你還可以去投靠叔叔 對 那我就怪怪的就是聽話 嗯 可是大學的時候 其實你生活很精彩對不對 對 我其實大學的時候就加入話劇社 然後在外面就是有團 對 然後我在台北市教英文 然後其實我其實在學校的時間並不多 就是去上課去考試 對 所以你大學組團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也是很開心齁 很開心啊 因為那時候接觸所謂的表演這件事情 就除了音樂的學習之外 因為我覺得在台上表演 跟你在家裡練琴是很不一樣的 對 你除了音樂上可以 要感染別人之外 你的其實動作 肢體 表現其實都一樣 嗯 彈彈你在大學的時候 欸 是大學嗎 還是畢業之後的那個搖滾樂團 應該是在大學的時候的搖滾樂團 那賽路路這個團是真的是很搖滾的 藍調 南方搖滾 嗯 那這個團也參加過野台開唱 而且是非常早期的野台開唱 就是在美術館 旁邊 對 對 對 然後搭一個台 然後我們就是 我記得 對 非常非常需要熱情 跟我們就很有熱情的一個一股腦 就是要玩這個東西 那時候賽路路上台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野台那時候 還不像現在這麼的規模大 對 人其實沒有真的很多 但是下面來了就知道他們真的是狂熱分子 對 是 是 對 所以你會很感動就是說 還是有一群人很喜歡這樣的音樂 然後願意 因為主辦的人其實也 大家資源都不多 所以大家就苦哈哈的 就是要把這個事搞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 其實我真的忘記 我們到底有沒有show fee 這件事情 不過應該也不在乎啦 就至少對我來講 可以上台演出 可以上台演出 對 《地下鐵》需要特別真的要彈 因為它是我的第一部所謂音樂劇 其實對李煥雄導演也是 也是 對 然後對齊珍來講 更是一個 他第一個上台演戲的一齣戲 因為在大的舞台上 唱歌對他來講稀鬆平常 對 可是要上台去背台詞 然後跟演員對話 他還要走位 還要走位 對 對他來講 他說他每次只要一上台或是排練 他就胃痛 大家很喜歡吉米的作品 改編成舞台劇 然後你知道吉米的作品改編成舞台劇 你就一定會聽到李煥雄的名字 然後你會聽到陳建琦的名字 然後還會有詩人李隔地的詞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像我們剛剛在節目一開始看到的是 向左走向右走 對 向左走向右走 向左走已經是第三部了 對 我們從地下鐵開始 然後星兒 向左向右 那向左向右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都會愛情故事 對 所以 很討喜啊 非常討喜啊 這是比劇團現在非常 還會再重新一直拿出來演的戲 沒錯沒錯 對 那因為有之前前兩部的經驗 所以第三部跟李煥雄 或者是跟李隔地的合作 就變得非常的順暢 跟比較清楚知道自己要往哪邊去 比如它是一個愛情故事 對 所以在音樂上或是在文字上 我就知道說音樂上它 我覺得最好聽的情歌是80年代 我自己覺得旋律很好記 因為現在的音樂節奏性比較強 對 所以大家對於旋律感覺上好像 沒什麼旋律 Rap也可以這樣 可是在80的時候 其實旋律是很好聽的 所以剛剛開始聽的那個歌 我在旋律或編曲上 就我覺得我有想要往80的感覺走 所以有一點電鋼琴的感覺 然後鼓就是舊舊的鼓 類似這樣 所以向左向右我覺得是一個 執行的滿比較成熟的一個作品 相較於前兩部 第一部看的當然大家第一部看的都是 地下鐵 我記得我那時候走進去劇場看的時候 我旁邊的人 我想他們應該都是 齊律的歌迷 對 然後他們就是 一整個非常的投入 在那個整個劇裡面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地下鐵 地下鐵也需要特別 真的要談 因為它是我的第一部所謂音樂劇 對 其實對李煥雄導演也是 也是 對 然後對齊律來講更是一個 他第一個上台演戲的一齣戲 因為在大的舞台上唱歌對他來講戲中平常 對 可是要上台去背台詞 然後跟演員對話 他還要走位 他還要走位 對 對他來講他說他每次只要一上台 或是排練他就胃痛 對 成起真耶 起真 因為他對於自己的表演是非常要求的 所以他一定要很有把握他才能上台 所以當他在擔心或者是他覺得自己還沒有的 不夠的時候他就會 就會緊張 對 那這個戲在03年的時候首演 那我們幾個就是覺得說 國外有百老會的音樂劇 那台灣的音樂劇 我們有沒有可能創造出一個 新的樣子 新的形式 因為畢竟文字上我覺得還是不一樣 就是百老會的音樂劇可以把很多的生活的文字 放在裡面 唱出來 但是 以我自己接觸音樂的過程 跟歌詞的過程 好像這些文字放在中文會很奇怪 因為中文的詞 中文唱出來是怪怪的 對 比較適應 對 比較有 他無法把太瑣碎的事情放在歌詞裡面 但我們想說我們來試試看 即使是這樣 我們有沒有可能還是把它變成一個 像是音樂劇的形式 但不同於百老會的音樂劇 對 那這首歌對我意義有點大 就是說它是我第一首寫的比較完整的 是可以唱的歌曲 因為我之前做的都是電視廣告 三十秒很短 或者是做唱片編曲 對 沒有負責作曲 對 也沒有負責人生的部分 那這個歌是歌詞先出來的 對 就是下雨 也就是一個地 對 他就先把這個詞寫出來 然後因為他是個詩人 所以他很 他的其實詞不太像是唱歌的詞 對 流行歌其實不會這樣子寫詞 對 不會這樣寫 有時候句子長短不一 那他就是 又不押韻 對 但我覺得 因為他是詩 所以其實大家都說詩歌詩歌嘛 所以照理說詩人在寫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些韻律上自己的韻律 可能在流行歌曲 還沒有抓到那個韻律 對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韻律 對 我有沒有可能藉由他的韻律 加上我自己對他的詮釋跟理解 我把它變成一首歌 可以成名 那 那我覺得 下雨的詩或詞對我來講 很大的幫助是 因為他畫面感太強力 很豐富 非常豐富 在歌詞裡面我可以看到光線 我可以看到物件 我可以聞到氣味 我覺得那個東西 就是幫助我寫曲子很快 所以其實那個歌雖然是第一首 但說實在 它也就是一個晚上 就啪哩啪啪啪 就很順地就把它唱完 Demo就唱完 不過其實大家都會很好奇 就是你的作品這麼的多元 我們剛剛講了有廣告音樂 有配樂 有流行音樂 有劇場音樂 然後還可以順便拿兩個獎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的工作機率是什麼 到底什麼時間 是 對你到底拿什麼時間來創作 因為我看過別人的書啊 或者是幾米 他們其實也是非常規律的工作的 就他們每天都是固定一個時間到工作室去 然後不管有沒有排定的發行 或者什麼 那我是比較相反的 我是半夜工作的 你也是固定啊 我固定 只是固定的時間不一樣 對我固定不一樣 我是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工作 一定是創作時間 對 白天是用來 沒有早上就是睡覺時間 對 那下午就是開會 不然就是去看排練 比如劇場需要看排練 有空閒就得要去喝咖啡啊 或者是運動一下 你的時間怎麼還排得進 喝咖啡跟運動 還是要 然後創作就是晚上專心 對 晚上專心 而且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 就是說我一個晚上 如果真的要講細節的話 就是我晚上十點我就會列下來 我今天要做了幾件事 我就拿一張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個晚上我可能需要完成六件事 對 然後我會從最簡單的事先處理 對 寫完畫掉這樣 畫掉 真的假的 然後就會很有效率 很有成就感 所以你有沒有曾經 沒有辦法完成這幾件事 或者是說 你一定務必會把這幾件事完成 才會去睡覺 我會看我有多少的彈性時間 對 但是我會盡量一天之內要把 我列下來 因為我在列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大概知道 我會有那個 花多少時間 對 我必須要花多少時間 完成這些事情 我會量力而為 所以工作時間確定了 但你的靈感都從哪裡來呢 尤其我們一直說 這個領域真的跨太大呢 手臂範圍很寬 可能對有些人來講 他會覺得太廣了 但對我來講這個廣 反而是好處 怎麼說呢 因為你的靈感就是從這個廣度來的 比如說做劇場 向左向右 我跟吉米合作 所以我有吉米的故事 我有下雨的詞 我有導演的對這個戲的看法 我有演員的走動 這些都是靈感的來源 對我來講 那跨到廣告 我有這個產品 我知道我要賣一個果汁 它的屬性大概是什麼 果汁大概不會讓它的音樂 變得很 Heavy Metal 因為它要讓它好喝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對我來說 都是靈感的來源 因為現在就在這個領域上面 自己生活上面 可能沒有辦法真的 體驗太多不同的情緒 我不可能每天戀愛 每天失戀 我不可能每天遇到一個悲慘的事 或者是開心的事情 但我可以從別人的故事 或別人的想法裡面 去找尋真的是創作的東西 在眾多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我還是最喜歡的是劇場 因為劇場它可以讓我表達 我自己的東西是多一點的 我可以在劇場的表演跟文本裡面 放盡自己很多的想法 雖然說你的手臂範圍很廣 有沒有你自己最喜歡的 假使今天要出一張陳建琦 自己的專輯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是一張 什麼樣風格的音樂呢 我當然最喜歡的是我的樂器 主要樂器是鋼琴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 鋼琴演奏專輯 可能會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又很了解自己 其實並不是一個演奏 就是能力上 你要跟這些古典的大師們 演奏家們比較是沒有辦法 但我只能夠就是說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演奏手法 還有對於音樂的看法 我可以用一個音 來表達很多的情緒的時候 或許我的演奏專輯就是非常簡單的鋼琴的聲音 之類的這樣子 那在眾多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我還是最喜歡的是劇場 因為劇場它可以讓我表達我自己的東西是多一點的 我可以在劇場的表演跟文本裡面 放進自己很多的想法 哪一些劇裡面放了什麼的想法 比如說在左右裡面的 有時候愛剛剛聽到的片頭那首歌 其實它就是 我是把幸運兒的某一首 Ending的曲子裡面 就是在超場 雨中超場旋轉 光良唱的最後一首歌 裡面的一個旋律 拿到有時候愛裡面 當作是有時候愛的一個主要旋律 它唱有時候愛的時候在幸運兒裡面叫做飛起來 對 那個東西就是 我可以自己去做一個連結 然後我可能自己心裡竊喜 或許觀眾沒有感覺 可是我覺得我做到一個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可能有些比較敏感的觀眾 當然幸運兒因為沒有機會一直重演 所以他被聽到的機會就不多 但如果他有機會在一直被重演的時候 這些音樂當他三部一起演 或者是大家對著三部都很熟悉的時候 對 你可能就會看到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完整的輪廓 對的想法 對 因為我不是把它當作一出一出一出 我是把它當作三部曲看 因為當時候 連環熊導演他本來就是希望他做三部曲 對 所以在音樂上我有做一點點這樣的連結 那這個東西你說在其他的領域可不可以做到 也可以 但是畢竟他要就是主角不是在我身上 流行唱片的主角在歌手身上 對 電影的話是在電影的故事身上 就是說我能夠用音樂介入的東西 我覺得我考量還是比較退後一點點 就是說 他是個商業音樂 對 所以我要讓主角是歌手 所以我要放自己的東西 但不能夠超越 放太多 對 不能超越這個主題 廣告更是這樣子 對 我還是滿想要再聊一下吉米的三部曲 這三部曲裡面 你在音樂這個角色上 有沒有為這三部曲各自設定一些主題 或者是他應該要走什麼樣子的路線 到今天為止我們對於這三部曲的歌 還是會 你一聽到哇好熟悉 他就是屬於這部曲的輕調 是 所以你怎麼用音樂去襯托這三個作品呢 地下鐵是講一個盲女的故事 所以他的世界照理說應該是黑暗的 但我在吉米的繪本裡面 我覺得他並沒有真的要描寫黑暗 因為在地下鐵的繪本是最五彩繽紛的 對 到處充滿光線的 很夢幻的 顏色很多的 是 所以我在想說 所以這個盲女 為什麼在她黑暗的世界裡面 然後我們看到卻這麼亮 這麼這麼無彩 對 因為她的世界是想像的 嗯 她的顏色跟我們眼見為平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她可以自己去想 對 所以她可能可以更有更多的自由 在自己腦袋裡面 嗯 那我想要用這部 就是用音樂去描寫這個東西 所以在地下鐵的音樂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 元素是比較 晶瑩剔透的 嗯 有放了很多 譬如說像有些Bell的聲音 嗯 有些時鐘的聲音 對 所以她會讓整齣戲的聲音 聽起來是比較亮的 嗯 對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對 那除了一些片段是屬於比較黑暗層面心靈的音樂之外 其他都是光亮的音樂 對 對 如果大家可以回去再聽的話 那第二部戲叫幸運兒 那幸運兒 繪本本身就比較黑暗 嗯 因為她是講一個長了翅膀的一個董事長 那家裡環境很好 嗯 可是她卻要掙脫這個 本來大家都覺得很幸運 因為人類飛行是一個非常值得被羨慕的事情 對 但是發現這個翅膀不受控 是 所以她想要切掉這個翅膀 但這個翅膀卻掙脫了 把這個董事長帶走 嗯 所以她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相對黑暗跟講權利或者是財富 無法控制 嗯 人家認為的幸運 對 所以我放了比較多的電子的元素 嗯 對 就大家可能覺得我的音樂都是比較小清新 可是 沒有 音樂非常多種 不只小清新 對 對 那在幸運兒裡面它就沒那麼小清新 它就是有一些民族的樂器 因為董事長被帶到很遠的遠方 嗯嗯 所以它有一些民族的樂器 有一些神秘感 嗯 因為不知道這翅膀哪裡來到 對 然後電子加重它一點黑暗的力道 嗯 這是第二部 對 那第三部左右就是我剛剛說 愛情故事 非常甜美的 所以我希望 甜美 我希望有浪漫的感覺 所以我有一點回到80年代的那種編曲手法 對 所以大概都有一點點的設定 對 對 對 所以大家應該也會很羨慕 劍齊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音樂的曲風 或者是類型 對於創作人來說 你有沒有給他們的一些建議 比如說 比如說像猴島就會建議大家多讀書 嗯 就可以導出好的作品 嗯 劍齊有沒有給音樂人什麼樣創作上的建議 我覺得多讀書是 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而且 我覺得對我來講 就是我們這年代來說 多讀書這件事情應該要再 可以打得更寬 嗯 把閱讀這件事情不只是書而已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都是閱讀 對 對我來講 進劇場看戲是閱讀 因為 嗯 他說的事情 是透過了編劇 導演 演員們 對 非常多的討論跟排練 嗯 然後把他們想要說的事情 或者是想要討論的一本書 或是一個概念 用戲劇的方法呈現在你面前 那對我來講 而且是很精密計算過後的 對 很精密計算 然後 當然它有各自解讀的空間 嗯 但書本其實也是 對 那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閱讀 對 看電影是一種閱讀 嗯 甚至我覺得上網路 看新聞 看 看朋友在做什麼 都是一種閱讀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閱讀是 就是一個接收 嗯 但是 有沒有自己的判斷 或者是 對於這個故事的了解 或是評價 我覺得 那個才是重要的 就是很多的 就是說你吸收了之後 對 要經過你自己的解讀 對 然後有 你有沒有想法 對 你有沒有表達 這個才是重要的 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我就覺得在網路上 接收到很多的訊息 對 也都是閱讀 因為 沒錯 你看到別人寫一篇什麼 即使它就是廢文 可是 對我來講 廢文你 對我來講 我看了廢文我就知道說 這個世代的人 他怎麼看這個世界 對 那 我對於這樣子的 文章的 想法是什麼 我是 討厭 還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用音樂 或者是我可以跟他談談 為什麼他會這麼想 類似這樣 對 所以 漸期也可以在廢文裡面 看出一朵花 我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 對 我覺得 而且譬如說 哪一些人 他們會發表什麼樣的言論 對 我就會 想去了解說 他的 背景是什麼 嗯 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會有這樣的看法 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 嗯 所以其實就是 認真的去了解你的這個 所處的世界 對 我覺得這件事蠻重要的 嗯 好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劍齊 跟我們分享你的音樂 謝謝 謝謝 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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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